波浪浮马来 西亚刚刚换政府 所有政府人员的一举一动都被犀利的人民看在眼中 其中西德萨迪克是目前关注度最高的 但是人红是非多 上次的球场亲自捡垃圾事件 还有这次的否认聘用同志事件 都让他忙着接受采访啊 图片来源 马拉利西亚斯泰洛纽斯上次的球场捡垃圾事件 网友的反应各有不同 有人嘲讽他作戏狠假 有人则大赞他以身作则 非常棒 这次的风波则是因为前财政部官员洛克曼在法赛沃 奥克上透露 西德萨迪克聘用了身为同志活动活跃分子的纳曼阿菲菲为青体部新闻秘书 图片来源 迪纳米克香耶德萨迪克表示纳曼阿菲菲并没有被正式聘用 青体部里所有的职位都还没正式委任 这个回答让部分宪明感到很失望 因为西德萨迪克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捍卫纳曼 而是做出澄清 纳曼在大选时不留于利帝帮萨菲克助选 结果现在却被如此对待 日前纳曼坚持他会辞掉这个职位 小编都不经为他感到伤心啊 虽然他辞职了 但这场风波却似乎没有因此而结束 西德西阿迪克说会尊重纳曼的决定 并且他们永远都是兄弟 看到这个小编只想呵呵波浪福图片来源 坤尔拉皮斯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和西德萨迪克相反 社会主义党青年团 行动党巴生国会议员查尔斯圣地亚哥 和林吉祥政治秘书西雷德萨恩 都公开表示支持纳曼 甚至连敢怒敢言的人权律师 西蒂凯西姆也罢西蒂回复 让纳曼不要当个每种捍卫自己权益的政府官员 小编真的要给西蒂一个掌声啊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 读图片来源 迪纳米克最后 网友们也表示这一借换政府 很多同志都把手上的一票投给了西蒙 希望政府不要过河拆桥 能够给LGBT同志文化一个明确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